小朋友们大家好 曲哥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玩具 跟一般的时候分享的不一样哦 这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游戏机吧 可以这么来讲 它的主题呢是多多岛皇家城堡的一个比赛 就是还原的是一堆小火车 然后大家一起比赛的一个场景 但是今天玩的呢 这个游戏机叫打斗斗 也有一种说法叫打斗斗 桌上乒乓球 但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我们在台湾 如果小朋友们去台湾 街边上就非常多这样的机器 一块钱或几块钱玩一次 然后你就可以打不同的分值 然后你可以积分 积到一定的分呢 可以换不同的玩具 跟咱们在中国的游乐场玩的游戏机呢 其实差不多 但这个呢不会回眼睛 对不对 所以呢我还是比较支持大家来玩这个的 玩法呢非常的简单 上面会有介绍 玩法呢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拉这个地方 把球打出去 然后它会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个这个障碍物 躲避了障碍物之后落到这个槽里面 不同的槽呢分值不一样 中间的部分呢 你看五分 十分 二十分 三十分 四十分 五十分 然后往右边来也是这样的 五分 十分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那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往两边走嘛 如果往中间漏的话呢 其实分值就不是太高 呃 这儿可以拉把球放下去 这里是发射杆 给大家发一个试试啊 准备蓄力 发射 诶 我得了三十分 这下面还有个好彩头 就是你除了得分之外 还还告诉你 就是希望你健康快乐 金运招福 开运招福 健康祈愿 学业成就 开运招福 大业成就 大愿成就 友情运 全体运 金运 我的妈呀 靠这个 早就发家致富了 对不对 不能玩 不能学这个啊 我们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打就好了 比如说我先来 我有三个球 然后呢 分别打了三十分 四十分和五十分 然后呢 你就可以算一算 诶 我一共得了一百二十分 对吧 咱还能学算术 这么玩多好 然后第二个小朋友来 你再分他三个球 他打的是五分 十分 十分 很惨 对不对 然后你一算 哈哈 你得了二十五分 我得了一百二十分 你就赢了 这样玩会更有意思 然后后面呢 是一个支架 我们可以把这个折过来 然后呢 就可以支在这个桌子上 这样更方便了 我得了一百二十分之后